面对防疫 花联地方企业持续的奉献心力 一家素食业者今天就利用新店重新开幕的机会 制赠花联防疫人员合计5000张的餐饮券 市价超过50万元 希望在第一线防疫的人员也能够打打雅记 虽然疫情趋缓花联的零病例 但是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仍不松懈做好本分的工作 花联麦当劳董事长杨振道表示 很早就想捐餐饮券 但爱与市中心的餐厅装潢当中 特别等到重新开幕进一份企业回馈 也让防疫人员能够在更舒适的环境中用餐 麦当劳一向注重我们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尤其在这个新冠病理肆虐全球之际 花联到目前保持明确的 我们要非常感谢徐政会徐县长所带领 还有我们朱家长朱局长所带领的团队 让我们乡亲在这个安全的环境之下安居热烈 所以政道仅代表麦当劳在今天要制证 我们所有一线的医务人员五千张的麦当劳餐卷 卫生局长朱家祥则感谢华联麦当劳的用心 让医护人员备赶窩心 我们的政道要送给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五千张的麦当劳餐卷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疫情 让我们在前线作战的医护人员都非常的兴奋 代表接受参卷的花联县副秘书长张玉华表示 防疫不分你我 企业与政府能够站在一起防疫 相信能够有更有力来抵抗病毒 原来张玉卷表示 参卷适用于花联市和吉安县的两间餐厅 记得久不见黄师伯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